美国前总统特朗普8月3日 在首都华盛顿一家联邦法院出庭应诉 对试图推翻2020年总统选举结果的刑事指控表示不认罪 一个联邦大陪审团8月1日 针对特朗普涉嫌试图推翻2020年总统选举结果 提出四项刑事指控 密谋欺诈美国 密谋妨碍官方程序 妨碍及试图妨碍官方程序 密谋侵犯他人权利 特朗普3日在应诉时对四项指控均表示不认罪 CNN称特朗普在非常简单的条件下被释放 他被要求在律师不在场的情况下 不得与任何已知的案件证人进行交流 国会删报称 法官曾提醒特朗普 贿赂、影响或报复证人是犯罪行为 针对此案的下一次听证会定于美国东部时间8月28日上午10点举行 离开法庭后 特朗普在登基返回新泽西州前发表了简短的讲话 对最新的指控提出批评 并表示这些指控是对政治对手的迫害 这绝不应该发生在美国 4日 他又在自创社交平台发文 抱怨卷入多起官司耗费时间与费用 呼吁最高法院介入仲裁 据商业内幕报道 加州正计划向房主支付在自家后院建房的费用 加州州长加文纽森于6月底签署的加州预算包括1比5000万美元的资金 用于鼓励更多的房主建造附属住宅单元 这笔资金是对之前一项计划的恢复 此前计划的预算为1亿美元 他计划将资金分配至2022年 旨在增加现有房屋的IDU建设 以解决加州严重的住房短缺问题 之前的计划为房主提供最高4万美元的补住金 用于在其房产上开发至少一个额外的住房 根据一份公告 加州此前预计在2022年底前发放完这笔资金 并预计将新建2500个住房 不过据洛杉矶时报报道 目前新的IDU赠款计划的指导方针尚未确定 负责分配的部门仍在研究如何分配现金 也没有确定开放申请的日期 为抵制儿童沉迷于网络 中国国家网信办近日起草了 移动互联网未成年人模式建设指南 征求意见稿 将全面升级青少年模式为未成年人模式 推动模式覆盖范围 由APP扩大到移动智能终端 应用商店实现软硬件三方联动 新规定将限制16至18岁的未成年人 每天只能使用智能手机两个小时 8至16岁的儿童每天只能使用一个小时 而8岁以下的孩子则只能使用8分钟 此外 规定还要求智能设备供应商引入未成年模式程序 禁止18岁以下用户在晚10点制造6点期间 使用移动设备上的互联网 不过 网信办说 服务商应当允许家长选择不参与 对他们孩子使用手机时间的限制 尽管这一提议到9月2日前会征求公众意见回馈 但中国科技公司的股价在这一提议公布后下跌 分别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